我觉得防火还是科学点比较好 例如使用灭火器 大姐 这是灭火器不是打气筒 不是你这个用法呀 幸好你只是给轮胎打气 并没有开车上路 要不然大家就有危险了 多读书还是有用处的 至少你会使用灭火器 看到现在小孩都这么努力学习 我都有点惭愧了 然后掏出手机忘记了这件事 孩子啊 你是想留着时间 回家玩王者荣耀吧 对一件事情执着的人是最可怕的 这群吃货为了吃完这顿饭 就算打着伞也要坐在这里 这点鱼算什么 就算狂风暴雨 我们也要勇敢面对 别以为吃货什么都吃 也是有讲究的 这包泡椒木瓜零食 堪称黑暗食物中的强者 有兴趣的人可以试试 就不能好好吃个木瓜吗 非得整个泡椒味道的 在乎自己的形象是很重要 可是姑娘 你一定要在大清早等车的空隙 来一个酒帘拍吗 就不担心错过车吗 在我的眼里只有我的美 再容不下别的东西了 包括公交车 对于一个胖子来说 平躺和侧躺都很不舒服 感觉肚子上的脂肪要降到低上去了 没关系 用块木板撑住 合理利用物理学 我平时没有别的爱好就是逛街 这家店的商品让我生气了 什么叫做你们买不起 信不信我立马就买一个 没想到这款产品能够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 反而卖得更好了 促销有很多种方法 自从我在娃娃街里面放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后 大家都开始排队抓娃娃了 用脑子想一下 这个机械爪真能抓到笔记本吗 本来是想去山区亲近一下 放飞一下自我 远离一下喧闹的城市 没想到我看风景时 情不自禁举起了右手 来 摇滚起来 大哥 你冷静一下好吗 就你一个人在山顶摇头晃脑